梅森布格黃說 以前寶大長玩ANA而言 應該是不適合用A1長榮錢賬金卡 因為回饋都會變成長榮里程 但是呢 我之前在那個里程講座也跟大家分享過 長榮的里程也是還不錯 因為它有一個亮點就是亞洲去外戰來回 比如說這個我不知道大家 知不知道這個遊戲規則 我可以簡單跟大家分享 就是你可以開外戰來回 就是不經過台灣 比如說我喜歡泰國跟日本 那我就換日本飛泰國 但是我可以中提台灣 然後這樣就可以變成四段票 比如說日本飛到台灣停一下 然後再從台灣飛到泰國 再從泰國回來台灣 然後再從台灣去日本 這個很好 你就可以這樣開出很多不同的環境 因為它有幾個不同的規則 比如說在日本可以開同一個區域 但是可以不同的國家 講簡單一點 就是我可以從北海道來到台灣 然後再從台灣去曼谷 但是我可以從清邁 就是同一個國家的不同城市 起碼回到台灣 然後再從台灣去東京 所以你看我可以 那個出發點跟回來的點 是在不同的 那個同一個同一個國家的不同城市 那另外一個就是我的終點部分 是在那個應該說那個轉折點 轉折點就是在泰國 泰國部分就是你也可以在同一個國家 不同城市 這個其實都是還不錯用的 那當然你也可以用另外一種更進階的玩法 就是說你可以從韓國出發到台灣 然後去泰國之後回來 回來台灣再回去日本 那其實是給不同的區域裡面的 不同國家也是可以的 所以長榮的這個里程 其實要是可以玩出很多種的 不同的花樣 所以這個里程這樣子有沒有 其實是有的 那我希望藉由這一次的機會 可以讓我就是有機會 可以接到100萬 那我就有30萬年 那我就有機會就是可以 達成我的就是環球的夢想 那如果真的有的話 我就是一樣會再回饋給粉絲 就是要謝謝你們 真的有辦法讓我就是用這種MGM的方式 去完成我的夢想 真的要謝謝大家 所以就是為什麼我要推 就是這個原因 就是因為你有牛肉在前面 你怎麼能夠不去拿呢 就是這樣子好不好 那如果大家對長榮里程有興趣的話 以後有機會再跟大家分享 就讓他回家 就要mak了 在哪邊 就請發現 我們要是拿到一個不方便 是拿到一個不方便 我們就要拿到一個不方便 在哪個不方便 然後直接隨著 我們就非常難以為 我們也要看